Hello 大家好 我是KD 今天我们接着更新体验服内容 海藏地图上线了彩蛋玩法 但并没有具体的说明 从地图上我们可以看到多了两种标记 一种类似于扇形物体 一种像是载具 难道又出新载具了吗 哇 不是吧 载具没有出 但是出了一个赛道啊 这是让我们在这玩极品飞车吗 算了吧 我还是想先去看一下彩蛋是什么东西 这就是传说中的彩蛋吗 果然啊 是一个扇形的 上面有几个小鸟 愤怒的小鸟 但是有什么用呢 左下角这个空头 应该是可以开出东西的 剩下的就不知道有什么用了 全是吹不开的吧 找一把武器 哇 这么多小鸟 但是也没有给什么好东西啊 就是一些枪械之类的 那么问题来了 这几个小鸟到底是干什么用的呀 难道说 只是用来装饰的吗 有个小空头 啊 不是吧 他们好像真的没有其他的用了 只是感觉挺可爱的 可以上去吗 这边 好像还上不去的 算了 算了 飙车了 那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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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我们体验了一下 我就在想 这是一款游戏吗 这还是我认识的那款吃鸡游戏吗 它变得现在我有点陌生了呀 这边也给了一些道具 但是并没有什么用 是真的没什么用 这次我找了一辆摩托车 我们用这个摩托车试一下 速度会不会更快 可以看出它的速度还是相当不错的 还有就是这个氮气 刹车会不会积攒这个氮气呢 这次没有给我 难道说是因为我的速度不够吗 再试一下 速度先加个速度 还是不行啊 哦我知道了 它好像是每到一个目标点的话 会给一个氮气 果然呐 用摩托车的话你要小心一下 因为它是会翻车的 就是比如说有那些可以让你起飞的一些道具的话 你记得要点一下鸭头 剩下的坑其实已经帮你们都踩完了 今天的更新就到这里吧 先那么体验服呢 也是还在持续的更新中 想看的千万别忘了给KT点个关注 咱们下期见拜拜